娛樂半世紀,經典又貼地 Hello 大家好,我是Sup Peng 這條影片會說一下許智安最新的動態,潛水了三年 他告訴你一些我收到封,為何他會選擇這個時候復出 他最近的新聞說簽約環球唱片公司,2019年安心偷食轟動全港 許智安背妻鄭秀文出軌,然後馬國明女朋友黃心穎爆婚外情 事後安仔開記者招待會,灑淚認錯,承認自己喜悉心 我是一個硬了的人,希望大家可以給我時間找回自己 經過三年的沉澱,如一傳媒收到可靠消息 許智安原來已經離開周卓華洗米華旗下的太陽娛樂 早前已經秘密簽約環球唱片,並找回自己重新出發 並得到他太太鄭秀文和圈中的好友支持 一步一生,還要挺起胸膛 據知安仔決定了加盟環球唱片其實是由正東唱片和金牌經理人公司 兩位舊拍檔的Andy Lai和Torpe Lee,他們早前加入環球任職高層 Andy Lai和Torpe Lee,他們以前和安仔並肩作戰多年 1986年參加新首歌唱大賽得到亞軍入行的安仔 1997年由華星轉投環球旗下的正東唱片 並且簽約黃柏高的金牌經理人公司 在正東已經八年期間,安仔當時是事業的高峰期 推出《男人醉痛》《愛你》《爛泥》《一步一生》等很Hit的歌曲 在2001年跟鄭秀文分別奪得最受歡迎男女歌手獎 曾經在樂壇封騷安仔,因為安心偷食一鋪清袋 正在籌備新歌的他,由於不知道樂迷對他重返樂壇有什麼反應 是支持還是唾棄呢?故此初步的計劃會轉戰到內地和東南亞市場開場 環球唱片公司也回應,許智安已經簽約環球,再續合作的緣份 早前他曾經加入正東,現在再次加盟環球大家庭 工作計劃稍後再公布,多謝各位 另外,近年大陸嚴打劣跡藝人,去年在網上更加流傳一份 47名中港台歌手的黑名單,指這班人的歌曲在部分內地 KTV全部下架,其中許智安榜上有名 還有台灣天后蔡依林,韓團TWICE,台灣成員周子瑜等等 其後有網民也指曾經查詢過文化及旅遊局辦公廳 獲得的回覆是47人的黑名單是不存在的 雖然未知道這個訊息是真還是假的 但大陸嚴打劣跡藝人之下,曾經被妻偷食的安仔 不知會否捲入這個船窩,遭到封殺 三年前他安心偷食事件,轟動中港台,洗版 連美聯社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英文報紙 當日安仔火速夜晚黃昏時開了記者招待會並鞠躬道歉 劉淚承認自己做了一件不可原諒的事,很難面對自己 接受不了自己,覺得自己很討厭、很噁心、很陌生 並表示會暫停所有工作,檢視自己的個失 最後他再次向外界道歉,特別表示對不起他太太鄭秀文 她說我不知如何走我自己的路,我這一刻是沒有了靈魂 我是一個硬了的人,期望大家可以給我時間,我找回自己 兩天之後,鄭秀文在社交平台發文表示原諒他 不放棄自己,不放棄對方,互相糾正,互相提點 在婚姻歷練之中,我深信經歷和教訓一定會幫助,重回正軌 另外生命會更加更新,這些都是宗教的說話 三年已經過去了,安仔和Sammy在婚姻道路上並肩而行 走上一步一生,愛是永不止息,唯獨是理事不可取體 大家應該知道,如果你是Youtube頻道Smarttravel的鐵粉 應該知道我在3月9日上載了一條影片在蕭先生那裡 現時兩天已經過了20萬的觀看了 我很感謝蕭若元先生給我平台在那裡發聲,報導一些新聞資訊 你們未看的話可以去蕭先生的迷迷看 另外我就收到封了,有傳媒朋友跟我說 由於影片太大的迴響,很多人在外面分享 也有人在唱片公司裏面的職員傳給高層 高層一早已經簽了許智安 但未知到哪個時候幫他宣傳 現在剛好看到這條影片,覺得人們都很正面 多數都是覺得,其實是的,都應該給他機會 我覺得都很安慰 未必因為是我,但是間接地說了這件事 不如大家給他機會 我這條影片說了他一些往事,他不是一個這麼壞的人 所以我在這裡歡迎,並且希望他能夠做一個 吃得別人尊重的人 以下就是少許,如果你們錯過了或沒有看的 我放一些片段給大家看看 我當時是怎樣說這個許智安的好嗎 記得在影片後幫我分享,訂閱和Like 謝謝 一直以來因為蕭先生出了這個題目 就叫我說他們兩個人的多年來的離離合合 那我要找一個角度去說 那我又不斷地看了很多他們的訪問 去到2020年,Sami就是對記者這樣說的 其實他一早已經原諒了許智安 並且叫他,除了叫許智安之外 這個安心酌痕事件,所有involved的人 都是希望他們可以重新出發的 我看到Sami的IG在那裡 甚至是他死了的Lucky 那隻狗 他也是對他這麼懷念 覺得那隻狗就算不在家裡的時候 那個肉體不在家裡了 但其實他的靈魂沒有離開過他個人 更加不要說曾經陪過許智安 每天聽他哭、笑、點點滴滴、高高低低 一直陪伴著他的許智安 所以其實這個童話從來是沒有幻滅過的 好了,婚姻在那裡搞定了 至於這個許智安他的事業又怎樣呢 我自己覺得,藝人都是人 都有七情六欲 他們曾經犯過錯事 好像古天狼曾經坐過牢 李連傑曾經棄租康 但之後他們都可以勇敢地出來面對群眾 然後將自己的影響力 將自己的財富 都是貢獻給這個社會 去幫助一些有需要的人 影片到這個結尾 我希望講一句公道話 我自己是不喜歡許智安 因為我覺得他的樣子實在太像老鼠了 但我覺得他也不是一個壞的人 不值得判許一個永不超生的死罪 如果人人都會犯過錯 他自己以後的事業怎樣呢 即使他不再唱歌、拍戲都好 我都希望大家 他自己可以站起來 出來為社會 譬如他老婆 去年也有去那些老人家派物資 他可不可以出來 由一個硬了的人 變成一個對社會有貢獻的人 讓我們可以看他 可以尊重他 令到他由一隻老鼠鞍 變成一個非天鼠 看到他的成就 因為你都不希望自己在你的歷史裏 提起你的名字 只想到安心摘痕事件 其實你的人生 假設你有80歲的名字 你現在才50多歲 還可以為這個社會 為你自己的事業可以站起來 因為你千萬不要忘記 你自己在2005年的時候 曾經是一位傑青 我相信你可以做得到 I believe you can fly 成為一個值得人尊敬的非天鼠 其實你知道 是可一不可在 下半生順我留住你 一直想愛 不再讓你孤單 阿沙陪你 娛樂歡笑人間 Never wanna let you go Stay tuned on YouTube Channel Smart Travel Woohoo Woohoo 做一份駕駛 師獨自在 都不再 動物 感覺 您 福音 重量